空屋季到來,政府對污染源管制多 但刮別人護紙之前,先把自己的護紙刮乾淨 環保術統計過去6年 國內前10大公共工程新辦單位所發包工程案件 近3年總懸浮衛力排放量是逐年提高 合計排放佔全國總懸浮衛力排放量的比率 從2成提高到2成5 整體空屋房製設施符合率不到8成5 10大工程新辦單位以公路總局、水利署及台灣港屋公司 產生的力壯污染物貢獻最多 合計3個單位貢獻約7000公噸排放量 會有這麼多排污量,主要就是為落實空屋房製設施 其中水利署、銀建署、國工局、鐵蓋局、台灣港屋公司 超核符合率都低於80% 近6年達成率抖約6成 而空屋房製做得較好的台電、台水及中油 超核符合率抖有超過9成 總懸浮為力是指懸浮在空氣中 歷徑小於100微米的力狀污染物總稱 主要來源為營造工程及車輛形式所激起的沙土灰 或氣汽車排放之碳氫化合物及氧化鉗 大於10微米的力狀污染物 雖然可被人體鼻腔的鼻毛、黏膜及彎道所攔截 較不易進入氣管深處或肺部 但容易隨口水或食物從喉嚨進入食道或胃部 進而造成過敏性鼻炎、引發咳嗽、氣喘等症狀 對此公路總局表示,近年大型新工案件 包括淡江大橋計劃、樹花改計劃等 從2012年起的環境檢測數據 總懸浮為力檢測結果都符合標準 由於工程多、工地範圍廣 所產生的污染物總量也較多 不過公路總局在規劃時都有將空污防製作預算編列 營建工程單位在案件發包後以空污法規定登載 並依據營建工程面積繳交相對應值空氣污染防製費 水利署主任秘書黃鴻甫說 水利署以小型工程居多 且河川蘇峻工程對於改善陽城都有幫助 所有工程也都有訂定施工規範 未來會檢討提高施工查核機制 台灣港務公司指出 目前正進行台北港物流倉儲區為體造地工程 其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工程等大型天海造地工程計畫 導致短期內工地懸浮為力總量有偏高情形 天海工地位於外海 對一般民眾影響較為輕微 不過工地仍覆蓋防塵布 有效噴灑水設置洗車台 施工圍離設置防疫座等措施 懸浮為力含量已有效降低 台電發言人徐兆華說 台電施工再發包時就將空物防制規範納入 嚴格要求車輛進出廠一定要洗車 定時殺碎及臨時土方覆蓋等 環保署空保處長吳勝忠回應 今年環保署就已盤點中鋼、中油、台電等國營事業 要改善的措施先從民眾關心的電廠、石化工廠著手 至於營建工程的揚程問題未來也會持續加強改善 並希望公共工程引入低污染工法 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林質疑 政府應該以身作則 且很多小型工程都只是為綁裝 是沒有必要的工程卻架重台灣恐怖問題 應該檢視檢討